今年第三季的整体本地整体私宅价格 五个季度以来首次下跌 但转售组的价格和交易量持续上扬 另外 当局将会在明年2月 推出超过5500个剩余组单位供隔人申购 规模是历来最大 进入发展局今早公布的数字显示 超过5500个剩余组单位将会遍布各个市镇 当中大约四成是已建好的单位 其余将会在2025到2028年完工 加上明年2月推出的5000个预购组屋单位 到时的销售活动将会有超过1万个单位供申购 当局也指出 今年第三季的组屋转售价格环比上涨2.7% 同期的转售组屋交易量达到8142个单位 环比增加10.7% 年比增幅达到21.6% 当局表示 转售价格交易量增加 是由于市场需求普遍强劲 加上今年达到最低居住年限 可再转售市场售卖的组屋比去年少 导致了市场供应紧张 租链市场方面 当局在第三季批准了9118份出租申请 环比减少了4.6% 截至上个月底 全国有近6万个组屋单位出租 另外市区重建局今早公布的数字显示 第三季的本地整体私宅价格 环比下跌0.7% 今年头三个季度的整体私宅价格 则是累计上涨了1.6% 涨幅比去年同期的3.9%显著放缓 有地的私宅价格滑落3.4% 非有地私宅则是微涨0.1% 其中核心中央区的非有地住宅价格下跌1.1% 其他中央区上涨0.8% 中央区以外的价格维持不变 交易两方面 上个季度共有3860个单位转手 比前例季多了58个 另外发展商在上个季度 推出了1284个新私宅单位 同期出售的新单位共有1160个 房内単垂馨 diversity